去香港澳门旅游 首先要办一个港澳通行证 我当时是去深圳旅游时候办的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提前办好 再去深圳 办证流程一定要提前预约 根据约定时间到出入境大厅的自助机器上 有工作人员提示 就连拍照片都是自助的 特别方便 证件的费用是60块公本费 香港一年一次的签注费是15 澳门也是一样的 一年一次的签注不是指一年只能去一次 拿香港来说 我当时去了一次 回来之后隔了几天 可以再去重新签注 每次签一下是15 澳门的话可能要间隔两三个月才能去一次 一般都是七天下证 拿到通行证之后 可以在深圳的福田口岸 坐火车直达香港西九龙 也可以选择在深圳的罗湖口岸 坐地铁去香港 坐地铁的话可以扫码刷手机 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是自动转换的 去之前最好提前办手机卡 香港要用香港的卡 澳门用澳门的卡 货币也是一样的 那边住宿都比较贵 最好是提前订好 很多人都在问 我是怎样在手机上订房间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通常都是用这三款软件 货币三家 定位香港 点查找 这有地图放大 可以根据地图 还有位置 不同的地段 酒店住宿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在地图上就可以 看一下交通地铁是否方便 到达香港 说一说时间规划 香港迪士尼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 才能转变所有的项目 海洋公园至少也要一天时间 香港的太平山顶看风景 需要半天时间 深水湾 潜水湾 富人区沙滩一带 也需要半天时间 旺角油麻地尖沙嘴 星光大道 然后坐船去中环摩天轮 再坐钉钉车去铜锣湾 这就又需要一天时间 有精力还可以去一下香港郊区偏延点的 大宇山 三六零缆车 还需要一天时间 再加上逛逛商场 品尝特色美食 七天时间足够了 正好这通行证上不也写了吗 七天时间内必须从香港返回 香港旅游的费用 一天花一千块 这都算少的了 转完香港也可以直接走 港珠澳大桥去澳门 澳门的消费 住宿和香港差不多 吃饭比香港便宜 澳门的娱乐场所比较多 一般景点都是免费的 可以去大三八排放 东旺阳街 新普京大酒店 还有永利澳门 永利澳门的皇宫里面 有一棵巨大的发财树 每隔一个小时表演一次 完全是免费的 顺便也可以体验一下 澳门的轨道交通当载线 坐着轻轨就可以去观野街 那边打造了很多巨大的皇宫 比如说有澳门的威尼斯人 澳门伦敦人 澳门巴黎人 还有美师美高煤的大酒店 就像好几个集装箱 挪在一起 以及永利皇宫 永利皇宫的室外 有免费的缆车 可以看音乐喷泉表演 我们也都知道澳门的赌场比较多 我当时去的新普京酒店 很多大的筹码都是以港币结算的 那个场面就像我们看过的电影 赌神赌王 简直一模一样 就是发牌的核冠不是美女 男的女的都有 穿的像保安非常的正式 一行我至今没敢尝试 从来没换过筹码 也没赌过 从地图上看澳门很小 实际上那边的宫殿建筑群很庞大 就比如澳门的维尼斯商人 你去宫殿里面 从头到尾转一遍 恐怕一天时间都不够 但是通常按照港澳通行证的七天时间 澳门也足够玩转了 最后总结 去香港澳门游玩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答案是 钱一定要准备充足了